辽宁南岚在训练之余 其实也参与了很多公益的事业的这种加入 比如说杨明 杨队长 你本身也是慈善大使是吗 我觉得是这样 这个社会各界都比较支持我们辽宁南岚 对我们这个团队比较认可 那么我们相应的也应该做出一些回应和回馈 给这些慈善机构来表达 我们来欣赏更多人去参与到其中 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我们辽宁南岚 值得所在 对 值得所在 包括个人的这些兴趣爱好 我知道其实在你们备战总决赛的时候 你们本来是有一个计划的 但是没有执行 就是在我们辽宁有一些自闭症的孩子 你们跟他长期有一个互动 但因为要备战这个CBA 所以一直没有兑现这一次的见面 今天呢 老师带着我们的孩子来到了现场 他们很希望跟冠军哥哥们面对面 我们欢迎他们 小朋友好 你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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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台上坐着这么多哥哥 叔叔你喜欢谁呀 我觉得更喜欢哥哥 你只喜欢哥哥 好啊 你喜欢哪一位哥哥呀 哇 他是哥哥 他就过去了 他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其实他最大的愿望是喜欢跟别人交流 他是一个孤独症 也是大家经常说的自闭症的儿童 他在我们康姆中心其实已经待了四年多 现在已经毕业了一个赵毅小朋友 他平时爱篮球 篮球其实是我们孤独症儿童康复训练当中的一个重要的项目 篮球对于他们康复训练呢 有这个提高他们的主动性 控制能力 还有手眼的协调能力 所以说这个主建这个明星篮球队是我们孩子和家长的愿望 好 那今天我们superstar都在这方舞台上 那不如让请我们的哥哥们跟我们的孩子来一个现场的互动好吗 哎 棒啊 好 你也一样的 好 再来 很棒 很棒 传过去 哇 好 好样的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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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样的 好 哇 好样的 杨明啊 可以说是辽宁南兰乃至中国南兰的颜值担当 我这么说你们同意吗 同意 啊 都没有办法 你儿子 代温